空襲警報大響 路上車輛盡快停靠路邊 行人只進步出 依照指示立即到最近距離 避難所避難 警方在火車站引導疏散 消防員拉水線灑水灌救 同時間為了模擬災害 發生緊急應對 避難收容所設置醫療站 物資發放區及臨時帳篷 已被災害需求 下午一點半 國家警報大響 即便已經提前通知 但仍有不少民眾 被嚇了好大一跳 我是想說 整個有那個東西要的 然後我就跑去外面 警報警報很恐怖 突然突然這樣子嚇到我們 多多少少知道 只是我今天就是 就是下來的時候 沒有注意到時間 可是下來就正好碰到 2024萬演習 第一天在中部舉辦 蝦記者在台中的台灣大道 可以看到蝦道路上是進行管制 是沒有人車的狀況 那這次國防部首度以飛彈火箭攻擊台灣 特定定區為簡訊內容發布 國防部這次簡訊內容 以飛彈火箭攻擊台灣為空中威脅告警 總統賴清德在臉書提醒民眾 任命測試演習等內容保持冷靜 而明天輪到北部地區進行演習 24號是東部及外立島五線市 25號是台南高雄屏東南部地區 民眾留意演習時間配合指示引導疏散 以免吃上最高15萬元法單 3D新聞 曹生章 許淑慧將品紅屈道明綜合報導